如果天地有正氣,我就宣贏正氣 我覺得快要是時候 要給我們整體的香港人 整體的顏色 我們是不是要給政府看顏色呢?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要做一些事情出來給政府看 你屌你,你不要當我死的 你嚇一嚇他,試試他的水溫 我覺得,是不是? 都是的,但是去到現在的政治氛圍 各個不同派別,一盤散散 不,不用人帶,我就覺得 指法 如果有一個很科幻的集會 當然不是合法的集會 當然是非法的集會 不要看什麼 很多人一定是說 尤其是有些,不要說招土派 招土派都可以 招土派 悲觀派 絕望派 那些人一定會說 不要搞了,沒有人用的 做什麼都沒有人用的 你還對香港有希望嗎? 那些招土派代表人物 那些生果哥那些 我不是不同意他的 大把都是,會點的民主派 又轉了建制 那些 這些是大轉太 大轉太也有 現在面對 我想 為什麼會說到這些東西呢? 為什麼會突然間 由吊鄭若驊 又說到這些 這麼傻的東西呢? 這些很傻的 我現在說這些 我不知道大家網友怎麼看 我就覺得 我講這些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傻 還覺得有這些 你真是傻子 你真是一個知識分子 天真教你 現在還有什麼群眾運動 吊鄭若驊 又有用嗎? 吊鄭若驊 投共穩食移民 吊鄭若驊 我當然知道 但問題是 當人人這樣想的時候 現在的客觀現狀就是 這些想人 完全當你臭死 這些特區政府官員 完全當你臭死很辣 當你臭死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繼續這樣下去 怎麼辦呢? 香港怎麼辦呢? 是不是? 好了 香港怎麼辦呢? 關我測試嗎? 我賺錢而已 我賺錢賺夠就走 你倆香港關我測試嗎? 又不可以這樣的 那你先找不找到食 你先走不走到 是不是? 你走到就說 你走到就走 對嗎? 但是還有人 是要寄居在這裏 好 要不就這樣 什麼都沒有了 完全 那你如果是這樣的態度 你就平時不太好 在Facebook 在那裡吵冤巴閉 又說香港這樣 又說這樣 又說這樣 又說批評這樣 批評那樣 憤怒這樣 不管吧? 你賺錢嘛 那你說什麼? 那你說什麼? 是不是? 這些節目都沒有人做 賺錢嘛 草舊移民走 做什麼政治節目 在Facebook說什麼政治 別人說 香港沒有希望 你趕來做什麼 是不是? 趕來浪費了 所以我那時候 晚上跟生火哥 晚上吹水 喝啤酒聊天的時候 也有說過政治傳道 那時候 他還沒有變成現在的生火哥的時候 有些政治傳道 是做什麼事? 大個襟章 晚上就下那些 香川酒吧 跟人吹政治 當時不是現在的環境 當然是2012 2013的時候 雨傘還沒爆發的時候 大家都還覺得 香港有斗嶺希望的時候 當然是 講過這些事情 其實這些行動可以做的 不是說一句 喂 做這個左膠 香港有一個問題 就是 喜歡裂捕人 不要緊 很多人喜歡裂捕人 你不被裂捕就可以了 我阿東走出來 很想很多人裂捕我的 又說我這樣 又說我這樣 又說我怎樣 你不是就可以了 不用理會他 不用回應 不用回應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討好所有人 所以忠於自己是最重要的 我們只不過 所謂招土派的理論 林康正的柴頭 走去大歐寧的節目都是不對的 為甚麼都不對 上去做不男 為甚麼會說到他呢 他走去解釋本都派的想法 我就說招土派的想法 不是本都派 甚麼是招土 甚麼是招土 招土就是希望 用整個地方的稀臨 連帶到那些權貴都扑街陷家產 到時全民扑街陷家產的時候 才有一線空隙 令到所有東西重新洗牌來過 其實簡單說 招甚麼是土 這件事不要說 不要叫招土 叫推牌洗過 用招呼 用... 用招呼